大家好 欢迎回到正向报节目时段 今天是2020年11月23日星期一的下段时间 这次有我去刘山 还有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马来近 各位朋友好 记住赞我们这段影片 最重要是订阅梦向编辑的YouTube频道 正向报晒冷气三个YouTube频道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多多点赞 今季新鲜滚热 特法法庭消息就是厉害了 女神被称为社运界的女神 煲底之弱的MV的女主角周庭 又称为宅男女神 唱日文歌 有没有人请我唱cover 现在不用了 你可以慢慢继续在区压所里练着歌 慢慢唱 哇 厉害了 黄之锋 林朗贤 周庭三个都 周庭是最早认的 黄之锋 林朗贤两个 最近期才改 黄之锋到最后拿回个美赛 不要说那么多 即时还硬后盘 两个就比较有 黄之锋比较有经验 林朗贤就没有 周庭就怕得脚震震 就要说什么呢 黄之锋 还立刻拿回个美赛 撲向前 大家撑住啊 我知道各位在外面更加辛苦的 我们从这个心理分析 这一句他是跟他自己说的 他知道自己进去会很辛苦 所以他跟大家说 你们在外面都很辛苦的 潜台词跟自己说 我都不是很辛苦的 外面的人都很辛苦的 是吧 进去顶住还是怎么样 你自己喜欢 进去顶爆他了 听到说 要他们还压到12月2号的时候才判刑 当时他们的代表律师 辩方律师 都有立刻求情的 哎呀 可不可以求情啊 听他们说完求情之后还是怎么样呢 那个裁判官 即时都要播放 因为他要找一些 还要找一些案发的片段 要再来播 所以就没有为各位 三位人兄 这些被告来索取报告 所以就要先坐下 没办法 还有些片段 要稳稳等等 快的了 2号不是很多日 是吧 到整个礼拜 多几礼拜 等等 你有这么多片段 因为其实呢 找到一些片段 例如 与林朗言 加上黄之锋 周庭就站进去 另外自己呢 周庭也有在某一边 就拿着黑色纸牌 另一个门口那边 拿着黑色纸牌 又去到叫口号 你都知道 她是所谓的黄友那边的女神 大家就跟着她 跟着她站在那边 一起大喊口号 又一起包围 还是怎样 当然有警员目击到 也都有片段是可以公开得到的 再说回 就算你们什么求情 这样那样都没得好搞的了 分开两个小孩来说 一个就是林朗言 我们在另一节已经说了 在法庭门外 是威势的胡说 那些广告呢 其实跟你们的那件案 都是很不配合的 林朗言都说了 自己有准备入育的准备 其实还有其他人说的 她说想给香港人看到 还有一个国际专家 都认为什么呢 香港的警队合法性也是崩溃的 有崩溃到吗 香港警队的合法性是崩溃 神经病 这个我好笑 那现在香港警察是非法的吗 剪头发就有剪的 有什么合法性崩溃 他们出来亂搞的 合法性崩溃了就真的 从来都不是合法的 他们这样搞的 我们先搞清楚 他们这个得淡笑 就是说自己什么无悔抗争 这样那样 周庭又更过瘾 他都害怕了很久 他没有想过自己可能 要不就立刻判他要坐牢 也好 他没有想过先要去 品尝一下这个 还压的颜者 好像是 就是想着实际有得给你保释那只 要不就保 要不就坐 嗯 跟着可能 他可能有这样想过 会不会我 就是他自己呢 就上訴 就是说 我要上訴 但是呢 就保释等候 可能有机会会是这样 不过没办法 这一局 真是领得影影 那继续讲一下他们 怎样 三个呢 就真的齐上齐落 一齐就上法庭 一齐就下去哪呢 就下去 囚车就押走 因为有人包囚车 我暂时没见到一些片段 黄婆婆会都照着冲出来呢 还是怎样呢 黄婆婆最近都被人踏了 对啊 踏了 黄婆婆还在等着 对啊 没错 黄婆婆在基留病房那里 这个人都说 有一个真正都是铁窗 不过就是 有冷气的 他帮他们打官司呢 当然啦 我们刚才说了 就说 可不可以叫做 不要还颜 求一下情 行不行啊 我们帮他们 黄之锋 的资深大律师呢 就找了 诺应鑑 他说 哎呀 黄之锋你今年大学毕业啊 已經讀了六年了 好不好 裁判官妥廉下去了 就說他畢業禮在下個月四日 希望申請保釋 其實你說呢 當然了 裁判官都相當之理智 都很通情達理 其實我也打算在他畢業禮之前 那一兩天就判刑的 下個月二號 如果現在周庭和那個肥仔林朗賢還押少了兩天 那你要多謝王之鋒了 不過這樣看 如果三個都判罪成 如果真的要坐的話 那到時就扣數了 扣數了 十一天 差不多了 就是這樣了 也要多說一點點 其實王之鋒那個中的機會和判的方面 似乎看那三個人來說 他那個機會率和那個中和那個利害程度 都是佔優的 跑出 這個王之鋒都是基本上一個慣犯的 大家還記得他之前坐過兩個月嗎? 就是在2014年佔領 沒錯 在佔旺的期間 阻礙著 這個其實挺無謂的 阻礙著執達理清場 所以就坐了兩個月 他挺搞笑的 他不知道是不是坐了一條癮還是怎樣 就是他這一壇事情 說要包圍警衆這件事 是他出了賊幾天而已 他就又來過 他是不是很難忘裡面的生活呢? 現在可以給你重溫一下 他是去年坐的 他是去年坐的 這兩個月 所以過癮了 這個就搞笑了 沒想過他這麼快就出來 可能他不甘寂寞 坐了兩個月覺得自己 會不會那個政治能量走到某一個低谷 所以就要整壇這樣的事情出來 或者想自己人生更加精彩 現在精彩了 要更加精彩 可以再補充多一點 我們上一節有些地方都未說到 當時這個黃之鋒都挺過份的 他不單止叫人包圍還是怎樣 還叫人家戴上水和傘 大家都猜到我們怎樣開傘陣 還是怎樣擋住 又想又不知道搞什麼 現在這個周庭終於坐了 我們是不是應該要留意一下 接下來的年燈會有什麼暴動 他們說一定會很憤怒還是怎樣 老蕭是不是說那些宅男 因為珍必詩也提過幾次 他說日本的宅男會很震怒 對於周庭如果要入獄的話 我們接下來要留意一下 你說入獄的話 如果周庭被人入獄 那些日本宅男就會很震撼 現在暫時還押而已 就坐著先 不過他們還押又不用說到好像這麼慘 看到譚德智都說 不是啊分別都不大 又有私人的刺隔 又有一個小小的房子 又有放風的時間 又有一張桌子給他寫一下 真是很爽的 跟外面沒有什麼分別 欠啤酒和紅酒 有私飯吃 黃之鋒自己一語中的 就說得對自己的問題 因為他說不用怕 就算他進去蹲 都會繼續有Patreon的東西 大家可以再給他錢 都可以的 其實最緊要不是叫你看他的東西 他叫大家去給錢 那就OK的了 現在周庭的Facebook 都給了一些admin幫幫手搞的 就說自己呢 周庭被即時還押 不准保釋 又等候12月2號判贏 下面即時放了一個雙手合拾 今天黃之鋒在這個出庭的時候 都有向大家雙手合拾 他合拾就是 社長應該知道了 雙手合拾下一步要做什麼呢 如來神掌? 對 沒錯 商掌打開就是第一式 如來神掌 在Patreon支持我 拍了自己的英文名字 是嗎? 都有一些 正反兩面都有一些人 在周庭那裡留言 有些人就說 感謝他為香港作出犧牲 又說什麼極權政府 必定會被人民唾棄 有些人就說 哈哈你們輸了 這樣 不過你們呢 你們三個 如果你問我 其實你們一向 煽動這麼多人出來 你們自己都懂得說 有很多人被我們判得更加重 更加痛苦 更加可能在滅獄中也好 人生更精彩也好 什麼都好 其實你們幾個 是加害者 不要假裝了受害者 你們三個 還有當然其他正棍 你們害了多少人呢? 很多 不計其數 一代人 可能 不計其數 只可以說 他們害了的人是不計其數 這個 他們是要承認的 他們害了很多年輕人 即使他們包圍警總的 不單止你們三個 你們三個是煽惑 還有有些是非法集結 有些在刑委 或者不同的情況下的人 他們已經被捕 或者有不同的判刑 已經過了 只不過是你們三個 是比較上 因為為人所識 可以說是投面人物 所以才會被受關注 還有我們今天看到一件事 不見了什麼民主黨 公民黨 出來支持 黃之鋒還說 我們要團結一支 啟雙啟樂 你們的朋友呢? 下緊山 下緊山 又說什麼打壓 還是怎樣 什麼一色常傳 什麼 抗爭島底 抗爭島底 沒有啊 沒有人聲援 那些你們自己 都四分五裂 其實已經 我看到都幾唏噓 他應該都預料了 應該他熟悉 所謂的同路人多過我 我一向都是這樣的 整班人 不只是這一次 讓你看到 還有那些所謂的 民主黨 公民黨 已經完全沒有聲音了 對於這些 叫做社運友 那種團結 假扮 他們說自己叫做泛民 還是什麼 完全是犯不起 所以就 還有這個 叫做公民黨 應該真的可以滅黨 是不是已經可以滅黨了 因為我看到他們公民黨的Facebook 只是更新到11月19日 只不過是分享一下 梁瓜傑的文章 就是對於香港的所謂的 叫做大事的那些 完全已經是沒有 就是沒有去講 就是沒有再繼續講 究竟接著要怎麼做 還是怎麼樣 只剩下一個癲人在那裡說 例如梁瓜傑說 無忘初衷 守護真相 各位崗位裡面盡一己之力 承傳下去 香港核心價值 堅持追求 黑暗的力量 終有跨下來的一天 沒錯 你們黑暴 這班人就不明白了 之前有支持這班人 說他們很勇敢 又說打壓 又說頑強 還是怎麼樣 其實一頁之秋 現在看黃之鋒 周庭 還有肥仔林朗彥三個 上庭被捕 上到法庭 這些判刑的時候 你們一句都沒有出聲 我不知道 我覺得那種感覺都挺深寒的 當時可以吃到人血饅頭 你們就出來講 現在可能覺得吃來都無謂了 或者都 就算我說要吃人血饅頭 可能他們大家的收入來源 都打算上去Patreon 所以互相有競爭者的心態 就是 你屎你的事 你上 你下 我就才能上 真是不勝氣 看到這班人 接下來周庭第一天進去 他也是吃慣喝慣的 又吃什麼黃之鋒 跟著黃之鋒去飲飲食 什麼黃店 可以怎樣 我想他都相當不習慣 可能馬上就 撕撕撕撕撕 撕飯 帶給他 不過有撕飯吃應該都好些 對吧 你低限度 會吃到一些比較 沒有那麼荒蕪 怎樣說 沒有那麼官方式的食物 是的 就是不用吃 黃之鋒說很難吃那些監獄飯 還是怎樣 對吧 不過是洗澡或者生活上會比較麻煩 不能假裝美 還是怎樣 或者洗一下 護髮素 應該沒有護髮素 應該沒有 沒有 護髮素不是吧 應該沒有 沒有 應該沒有 可能三合一 我看到有些是洗頭水 哇 洗頭水也是蓄木浴液 那樣的 那樣的 這麼有趣 其實也可以的 你洗都不知道 只不過是寫給你看 不知道他們在獄中究竟是怎樣 這個拘押所究竟是怎樣 我們遲些 叫你們慢慢享受一下 他們是嗎 慢慢享受 尤其是周庭 我覺得是你 就是 有些人稱讚是漂亮 但你問我覺得是一般 就是 眼耳口鼻整齊的一隻 就是 就是 令間接地 就是 以你的 好似 貌似很純品的人 就害了不少人 還有之前 國安公署 就是香港 你說他犯了港區國安法 就拘捕他的時候 就扎著著著 又說他不知道 放手在後面 又拿衣服遮著手 扮得好像被人扣著手 還是怎樣的 就是這些行為 那個感覺不好 就是你扮是被迫害 還是怎樣的 當然你自己做過些什麼 你自己知道 這些太過心底不好 好嗎? 那這次暫時到這裡 多謝大家 拜拜 拜拜